我們科主席,我們各位夥伴大家好 我是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的特聘教授 也兼社會科學院的院長 其實這個過程是一個很大的意外 其實我自己也沒有想到要來參與這邊 但是我們要這樣講 就是說在過去從2000年我從美國求學回來之後 其實我們將近有20年的時間 大概歷經了三次的政黨輪替 其實我們有三任總統 十五任行政院長 其實都在藍綠的過程中 而且藍綠也全面的都有執政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我自己是一個公共行政的學者 老實說公共行政有一個定義 是它最權威的定義 就是是政府選擇做與不做的事 其實今天像剛才市長談到的 其實有很多的事情 並非政府不知道要去做 而是它沒有辦法做 或者是不想去選擇去做 其實這就是可能是我們今天真的看到 藍綠結構下的真實的問題 那我們如何去突破這個 其實我們需要一些不同的這個結構的發展 這個包括了可能我們新的這個政治的生態 政治的這個想法 因為其實過去的藍綠它都有全面性的執政 但是我們今天卻現在只是一個泥鬧鐘 只談統獨 只談你的意識形態 但是我們卻一直忽略了國家治理 其實我們公共行政所強調的就是什麼 其實我這個學科在1887年被創建 它的這個創建人叫做 就是古德諾威爾遜 其實他也擔任過美國的總統 為什麼他創建這個學科 他有一個主張 就是什麼 政治與行政分離 就是因為我們有太多的政治 但是我們拿到政治只講權力 可是拿到權力之後 就很少談 拿到權力之後 它如何治理 其實我作為一個公共行政的學者 其實在這過去非常多的那年 其實老師說幫過了 這個專民過很多的這個政策的這個研究 其實一直有個深深的感受 就是說 我們真的太強調了這些選舉 太強調了這個藍綠之間的競爭 但是我們對國家治理 卻一直甚至是選擇去不作為的 包括剛才講的 像囤房的這種事情 其實各位認真去思考 它有這麼困難解決嗎 如果今年已經十架登陸了 如果我們十架瞌睡 是不是這些東西就很快的 可能就會一些改變 可是為什麼做不下去 那就是背後的整個這個結構已經僵固了 所以我們作為民眾黨 其實是希望更從一個民眾的聲音 然後匯聚各界 這個在從全國各地的不同層級 不同的這個民眾的代表 那我們能夠如果能夠進去 就像剛才市長談到 我們沒有任何的利益包袱 這個政黨 我們將會作為一個更稱職的 國會的這個反對黨 我們也將可以取代國會中 以前可能只談藍綠的惡鬥 不談政策的這樣子的一個風氣 所以我自己身為一個學者 其實並無所求 其實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如何為台灣真的能夠再做一點點的事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初衷 也是民眾黨高舉國家治理 希望跳脫藍綠惡鬥的這個真實的原因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